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杨 好,咱们继续逛狗事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一个大爷拉过来的一窝 这是泰迪 还有贵宾 哇,有黑的,有棕色的 这么一大堆 下边这是一条拉布拉多犬 还有德木 这条德木是半垂续的 来这边啊,下边是小边木 上边这是一条黑色的土狗 这是一个小哥哥看上了 土狗直接给出价200 老板娘说最低400 不卖不卖 你要要的话就要 不要的话就装笼这里了 下边一条小边木的花色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三通大尾伯的 哇,就这样对待狗狗吗 这么狠 一下子都压到了 嗯,太狠了 这边也有个拉布拉多 这个小哥哥说 两条狗直接出800 拉布拉多给600 那条给200 啊,这个大姐不愿意 啊,非要1000 他们两个正合计的价格 拉布拉多600的话 个人感觉还就就那样 价格还算可以吧 啊,毕竟现在有50天了 好,咱们往这边看啊 这边今天的小型犬比较多 你看啊,博美 那是小鹿犬鸡娃娃 哇,这两条博美没有洗澡 啊,左边那条的毛 还是比较爆的 就是没有洗澡 这一看就是狗犯收的狗 咱往里边看一下 这是里边有编木 沙漠,哈士奇,铁包金的泰迪 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吧 还有小土狗 啊,今天的小熊犬确实很多啊 里边有啊,博美 呃,泰迪的成犬 呃,大家来看一下 啊,这是一个大娘带过来的啊 一窝小黑油油的小体的小泰迪 那条还有一个小花泰迪 来敬礼给大家看一下 黑油油是跟一个小玩具熊一样 这种泰迪的话 刚才和大娘聊了一下 要价800 价格有点高啊 你看这里边蹦来蹦去的 哇,这是一条小鹿犬 小鹿犬还挺那个的啊 喜欢这种小型犬的话 可以给阿阳留言啊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的 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 这是一条三个月的泰迪 颜色非常的红 要价800 价格还算可以 疫苗毕竟是做犬了 啊,这是一条小鹿犬 也是三个多月 也是要价800 今天的狗事就认得800了 这是一个大哥带过来的啊 全部都是小鹿犬啊 都是成犬 铁包金的 中红色的 啊,枣红色的都有 体型有大的有小的 哇,这一大价啊 大家可以看一行小鹿在里面跑着呢 好,今天的狗事就带大家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